打過來 明博47年 剛才有提到47年 降下了多少 44多萬顆的砲彈 那中間這一顆是霧門 這個話明博打去哪裡 打去大陸 但是這一輪沒有打 這個打下去就第三次世界大戰 因為這個是兩四洞的砲彈 還有本尊在這邊 兩四洞 砲彈這一輪 殺傷威力 八寸的砲彈 下面真的是八寸牛彈砲 這輪沒有打 這輪為什麼沒有打 因為它比八寸牛彈砲才更兇 如果打下去的話 可能就是半個下輪都再見了 所以說當時我們共同軍才會向聯合國提出的抗議 提出了長達了44天的823砲彈造就了 後期長達20年 單打雙不打這些 那這些呢 所謂的什麼宣傳彈 穿甲彈 一顆砲彈重 有些重 差不多十幾到二十公斤重 十幾到二十公斤重 那問一下 有聽過金門的什麼 菜刀 菜刀 砲彈 問一下 一顆這樣子完整的砲彈 可以做幾把的鋼刀 三 蛤 三隻 一顆出來可能是屠龍刀的 三顆太少了 那麼重 那麼厚 一把刀 十刀片可能也才 一公斤或幾百克 我們可以做完整的砲彈 可以做六十把的菜刀 六十把 我們只需要一小塊鍛造 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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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這只是外殼 它的中間這個底座 又可以做三隻塊十幾把的菜刀 所以說一個完整十幾 二十幾把的砲彈 可以做七十把的菜刀 但是 你如果想要把在民國四十七年 四十四天內降下的四十七多萬塊的砲彈 那時候砲彈才多用光 我們現在用的砲彈是什麼時候 後勤二十年單打雙部打的宣傳 宣傳 宣傳單是怎樣 那不是直接炸地上的 沒有什麼東西 沒有什麼東西 那個是飛到半空中 蛋頭前方的引擎會噴開 宣傳單啊 飄流品啊 以前可能基曼師 跟老師換大哥大姐等 我們經歷過這個年代 我拿去學校 換一個角力品的故事 甚至是香菸粉啊 小鄧的照片 那時候就會飄下來 除了小鄧 還有當時的螢幕情人 崔台青跟夏靈嶺 小姐姐 當時那個是 他直到達奧民國六十七年 所以說當時世界強國就是蘇聯 背後淵源不絕的炮彈一直在支援他們 主要是不是這樣 有問題 那我們再往前看一下 大家看到嗎 胡錦齁 胡錦齁 金門的西邊啊 小金門你用這個定義 我就比較清楚了 很像是什麼動物 犀牛 犀牛 狼犀牛 然後 逛過去 夏靈島內 驚嚇 門對門很諷刺的 我們剛剛有提到 金門大小蓋了快十二年 可是這十幾年的期間 小時候 媽媽可能都跟我們講 大陸蓋個橋 大樓一下子就怎樣 垮了嗎 對不對 我們的海沙屋啊 偷風簡讓 蘇不知這十幾年的期間 他們三條大橋 吉美大橋 西銀大橋 海昌大橋 還有祥安寒底隧道 向門鐵路 全部都完工了 可是我們這一條橋 與傘 剛好很多人 都是還蠻紅色的 向門是一個島 向門是島內 海上向門的島外 這是其中一個小小的省會而已 那再來還有什麼 祥安吉美 以及往上的泉舟 泉舟 泉舟再上去到哪裡 湖京福州 福州 再上去 那往下 往下這邊寫什麼 章舟嘛 章舟有什麼特別的 跟大家熟識的就是說 網友記的海艙發電展 就是在這邊的 這個山人線上面的山上 全部都是滿滿的 空力發電 在這個地方 那古浪里在這裡的位置 古浪里在這裡的位置 那我們一般驚嚇小觀眾 就會到這邊 古通客運碼頭 在這裡 那各位待會走進去 你們看就直接看下 白色屋頂的就是下層展覽館 下層展覽館 以及一個小小的白色摩滋型建築物的 就是世界百大遊艇碼頭 香山遊艇碼頭 在這個地方 那等一下離我們比較近的 肉眼就會看得到 就在窗外有一個島嶺 那個島嶺是獅子的獅子 這上面有在駐軍喔 有駐軍 前線的前線 還記得嗎 去年半年前 養兵千日 用災一死 對岸的什麼 飛過來 無人機 我們拿什麼 沒有 刺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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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接投過去 那對岸的無人機 有些是什麼 軍用的比較少 民航的 民間的道士很多 他們可以飛過來 放心 我們也可以怎樣 飛過去 但是一台無人機的藥價 差不多一兩萬 如果葬身在海底 是不會很便宜 所以說 你要飛過去也是可以 那就是喜歡挑釁一下我們 他們就看到我們 直不直飛過來 上個新聞 他們就很開心 這樣子 相看兩隻 越來越討厭 撕雨 然後青雲黃雲南雲 尤其是 劉雨雲現在是脹草 它已經被淹沒掉 你看不到 然後再廣下 這邊有個叫做 檳榔魚 等一下進去你可以看 你知道 為什麼我說這個檳榔魚 它是俗稱最合體的腦魚 最合體的腦魚 我們到國公那一戰後殘的時候 第三種我們會查到 新天板的一個國旗 隔天就換成什麼 所以俗稱最合體的腦魚 是這個檳榔魚 剛好在兩岸的中線沒有駐軍也沒有駐軍 現在沒有在插旗 那再往下這個很重要 為什麼 因為現在在這邊當中的大哥烈里斯 西南邊這邊一個叫做大二丹島 有印象嗎 大長丹大丹島的問題 先來看這個蒙古語 現在還有在陸續 這邊呢 現在有開放觀光 可是東京它沒有開 它這個大二丹上面有駐軍 有駐一般的老百姓 只有駐軍而已 那大丹到幾丹 大丹 二丹 三丹 五丹 到底沒有大丹 人家說上大丹你看不到五丹 為什麼 你好不容易有丹子不可能在那邊打 那只有大二丹有駐軍 三四五丹上面沒有駐軍 那這個大二丹方面 有一個就是兔雲嘛 我們集中的老百姓 焦大哥 大 發音要正確 放心這兩個島長潮他都消失掉了 這兩個島小一個礁石而已 大二丹現在也是我們中華民國人 早在民國三十八年 五民國大戰的時候 原本有意思要從這兩個大二丹撤退 但是你一旦撤退講 然後就想 你現在 你在他們的下門的前線 養了兩隻看燈狗 如果在他們在幹嘛 胡作非 然後你如果大二丹撤軍的話 人小軍也不用玩了 這些接下來就是他贏 可能是這個大金門的 那當時在民國三十八年 有五個島嶼 就被解放了 大丹小丹 腳嶼小國跟大嶼 民國三十八年前是我們中華民國 現在這邊也是 未來有可能 那三十八年這邊就被解放了 那有說到那個林毅夫叛逃 就是從這邊 他就看到馬山觀測所 不是觀測 觀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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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長長潮流收2.3公里 退潮流收1.8公里 林毅夫就是從這個地方 游泳滑過去 有些幫我們探勘過了 那這幾個島全部都是不亂的 那最後一個 你就是說 那金門大橋是從這邊拉嗎 那如果未來有朝一日 要蓋什麼橋 金夏大橋對不對 沒有什麼不可能嘛 二十年三十年之後 金夏大橋會從哪裡拉 你覺得你會想從哪裡拉 對不對 那這邊嘛 下次比較建議 如果沒有地可以蓋 我們有 那這邊是不是高樓大橋 金門都從這邊拉 從這邊拉 很有利 所以說 地基很重要 你看為什麼我們金門大橋 是從這邊蓋 不是從這邊蓋 這卡到我們金門 那些細發石頭是什麼 花崗石 花崗片馬岩 石頭的硬度分為十個等級 等級最硬的就是 鑽石 等級其實是花崗石 所以說當時在蓋這個橋子 地基碳開始打下去 很多重機器都壞掉 變形了 所以說這邊都是連盤 打不下去 才會從這邊開始蓋 才有那個腹地可以開始蓋 那金夏能對人 夏能的地質跟結構跟金門很像 所以說 如果我們從哪裡 那個 模擬圖出來 如果我們從馬山這邊蓋 馬山這邊好像都是沙地 沒有到連盤 從這邊拉過去 蓋到哪裡 蓋到這個小凳 或腳椅就好 因為 對岸很可愛 因為這最近時常在上青年 大陸在這個大陸 大師跟小凳這邊已經連起來了 半夜 尖害照路 挖入我們的沙 把大陸的小凳連在一起 然後如果我們 巧通路去對岸的話 1.8公里 一年內就會完蛋 不用十年 看是很美好 對不對 我們有什麼不可能啊 我沒有醉 OK 我們就直接來到這裡面吧 好吧 單大攤 單大攤 那這一個咧 島窟人不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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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住了 我是在那邊說 什麼意思 這個是在大潭島上面的標語 剛剛有提到 一個某方向有個小島 這個就是石雨 有沒有看到國旗 上面有那個海峻路這堆的 猛男的跟你揮手 有沒有看到 穿著那個紅色內褲的跟你揮手 一個某方向的石雨 石雨 中華民國的 對 遊艇碼頭 世界擺盪的遊艇碼頭 來這邊看一下 來這邊看一下 太可憐了 我把你擺盤的腳趾 在頭上 你們去看看 這邊頭上 一二二 遊艇碼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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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他就這樣 好了 再來 谢谢大家